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香港的好朋友 他是刘安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欧博士好 对刘老师 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 为什么同样一个现实 同样是蓝绿 前后仅仅只差15个月 结果在现实上的时候 那个投票 如果我们就侯友宜这个人来说 侯友宜明明在新北市 在15个月圈 他才大胜了 这个票难道 在15个月后同一个侯友宜 他自己选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票就会变得如此大差别吗 而今天看起来确实是 一个侯友宜在同一个新北市 却同样的投胎票所 结果开出来票却不一样 大家真的仗二金刚 摸不着头绪 所以观众朋友 要请咱们的刘老师 来为我们提点 到底释出何应呢 刘老师 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听欧老师也有过要详细的介绍 就是说大卫的选举和地方的选举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地方选举基本上是地方势力的捉队来示杀 跟大卫之战包括很多各个方面的就很不一样 因为大卫之战基本上我们还要看到美国因素在介入的非常深 那么地方的选举呢 基本上美国的势力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介入 那么我们也看到从过去的几次的选举的过去的经验看到 就像韩国瑜那次韩拳风席卷把高雄也拿下来了 那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地方的选举的就是九合一的票数 那是很高很高的 但是一到到选大位同样也还是落败了 当然这里也有非常多的国际上的外围的因素 比如说当时就有香港的问题 那么蔡英文大小姐就在香港问题上捡到了枪 那么这一次呢 最后会不会还有捡到的枪的问题呢 我们要看最后几周的情况的变化 对我们知道台湾这个22个县市里面 有好多县市其实人口是不太多的 因为六都就占掉了大概将近六成的人口数了 所以其他县市很多啊 他的立委的席次啊 跟县市场的席次一样都是一席 我们呢从东边来给大家说台东是一样 你就选一个县长 可是立委也只选一个 花莲也是一个 那么基隆也是一个 那么我们再看看新竹市也仍然是一个 苗栗呢也是一个 然后加上外岛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一个 嘉义市还是一个 那么其他有些地方呢也顶多就是两个 譬如呢是嘉义县啊 云宁县啊新竹县也顶多就是两个 说他的比例啊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换句话说啊 有九个地方是根本是一比一 另外还有三个地方 虽然是一比二 但是结构也很接近 那么大家就好奇的说啊 那这些地方是不是当初县市长是蓝的 选出来呢那个立委也是蓝的呢 还是说其实情况很难讲 因为我们在看过去的例子 确实有时候县市长是蓝的 哎立委呢隔十五个月 选的另外一个呢确实立 可是同样的选民同样结构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差别呢 他的比例结构在投开票箱 还有甚至投开票所的开手人员 几乎都一样 投票的人也都是那些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蓝绿之别呢 吕老师 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呢 其实也听说过一个问题 有些选民呢还喜欢平衡啊 就是这种反效应对不对 那市长啊愿意选选一个 那么立委呢他愿意选另外一个啊 要表示他因为他们这这部分选民呢 其实大部分的都是中间选民 他们也没有说他自己很固定的啊 这个既定的啊永远不变的立场啊 他们就是他们也是一个啊选举的玩家 那么他喜欢啊在这个啊立委选蓝的啊 可能在那个市长他就选绿的啊 就是作为他自己的一种平衡 那么他也觉得他这种平衡呢 也可能呢对于选民来说呢 就是使到这个整个政治生态呢 处于一种制衡的状况 那么这样对于选民对于老百姓呢 可能得到的好处是比较极大化 这样的一种状况啊 所以有人把这个刘老师刚刚所分析的情况 称之为钟摆效应 就是摆过去下一回他就摆过来 称之为钟摆效应 那么这样的一个钟摆效应 好像在台湾啊已经是20多年之久了 难道这么摆来摆去呢 他是一个恒定的定律吗 还是说有些时候可能钟摆忽然不摆了呢 就好像陈水扁那一次正是弄了个顶朝天 而且呢他的台湾问题啊实在太严重 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像陈水扁他卸了以后 那一次现场庭跟马英九的选举呢 那就是摆水摆不回来了 能不能偶尔有这样的现象 刘老师 其实呢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香港呢 观察整个国际社会的就是民主选举的 那个状况 基本上啊如果是两党为主流的对决的状况呢 基本上一个党能够连续做两届 那么马上就会换人做做换的做做 就是因为一般的选民呢 啊他会有第一感觉就是说这个党做了两届以后 他的啊就说能够对选民释放的红利已经放尽了 而实际上在做了两届以后呢 他的所有的这个弊端啊 他的无能啊 他的啊各个方面的啊就是不好东西呢 也都啊完全的显露出来 所以呢那时候的选民呢就喜欢啊换党做做换人做做 所以呢我们看到就算那个啊美国啊英国德国很多都是啊两党呢就基本上做连任一届 然后再一届呢就是换特别是美国 但是呢啊那个美国上一次呢就是那个特朗普没有连任啊 这也是一个异数 那么这次拜登也许也不可能连任 那么在台湾来说我们也看到马英九做了两届就换成了啊这个绿营就那个蔡英文上来了 蔡英文做两届本来按照一般的那个啊民主社会的这个选举规律呢 应该是轮到蓝英了 但是这回呢又突然又杀出了一个白党杀出了一个柯文哲 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选举的态势呢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呢要求下架民进党的啊按照很多的民调啊都是百分之六十 但是由于百分之六十里面你就分成两波要分成蓝的又分成白的 所以你就把自己的啊票员给分拨了 所以呢就造成了啊这种啊一个很很不确定性的这次选举哈 是刘老师说的好不愧是这个选举分析的超级专家啊 现在特朗普啊果然又赢了拜登里昂帕森啊 所以简单的说这个中版效益啊真的是举世皆然啊 而且有些时候在越到这个21世纪的很多锦销关头的时候啊 因为人民的名字已经大开 所以这个中版的摆数啊看起来会越来越快 台湾好像也记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九和一国民党才大义 接下来呢到这个时候的超级大位选举的时候呢 那个摆锤好像又摆到另一边了 感谢刘老师精彩的点评 谢谢刘老师 谢谢那个欧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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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